人体为尊 自混沌大帝生先后 太出圣地 明暗打压混沌圣地 营营有九霄第一势力之势 威震天下 小兄 我承认你的天赋不错 但繁体终究是繁体的 我只能比得过神殿体 闪电体 那为什么 我还能跟上你的塑造 什么 为你的自大付出代价吧 神为繁体 竟敢大言不惭 那你还是执迷不悟啊 系统 盾雾 神风阻 收到宿主愿望 秦迁 我会让你记住 为凡齐 打败的各位 神体 永远是最强大 神风暴 恭喜宿主完成系统第一个任务 到达混沌圣地 奖励一次顿悟 终于到了呀 诸位考生 我乃皆引长老 负责今日 混沌圣地的入门考核 收徒考核只有一关 那就是 敲响混沌中 传手中的大帝行并 我先来 此次如此不信 不知他会悄上几声吗 小王 是 终于是 会不会坏了 下山去吧 小哥 为什么不想啊 真是一戒不如一戒啊 外门弟子 外门 清门间隐章了 这混沌中最多可以敲响几声呢 最高酒响 下一个 又有人上去挑战了 我看没信 好 这戒又是人才掉逼啊 是啊 十几万个徒弟 竟然 这个底子有点赢了 还能敲个小旗 等等 他刚敲响了几声 九九九九 九五成小 神得离 用了一次动武 就响了这么多声 很和散的样子呢 这些 都是被我敲出来的 小元小友欢迎 欢迎你的加入 您是 我乃圣主 拜见 不必醒了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已经成为混沌圣地的神子了 神子 必为与我相当 我参观 我现在正式通知我 它是 神子 我乃雷祖 可召唤天杰 卑力无穷 圣子 跟着我不灭老祖 肉身不死不灭 给我召唤华总 可召唤华总 这小学是谁好呢 诸位在上 帝天求见 帝天 这种场合 你一个小小的超凡劲 来做什么 神子 老朽修炼的混沌精 一旦修炼至圆满 便可铸就诸天万劫 以一圣体 混沌鱼 混沌鸡 可笑 除了混沌大帝之外 从古至今 可有第二人将其修炼至圆满精尖 啊 原来这么难练 此次与混沌中如此有缘 说不定他就是 神子天赋 不能拿来冒险 帝天 你退下吧 我决定了 我要练 最强的混沌剑 不想 我绝对不同意 神子 神思啊 你看看他 当年也是混沌中六强的圣子 但为了修炼混沌精 浪费了足足九百年的光剑 我虽然修为不行 但是 同境界无敌 同境界无敌又有什么用 别人都成圣了 你还比考虑超凡境界 他练不成风盾鸡 吴代表我也练不成 你 我 可是 求赏神子 最新任务 放弃神子身份 奖励十次顿悟机会 我屁股都还没有做热呢 堂堂神子之尊 若是无法成圣 岂不是整个混沌圣地 都要被人笑话 既然如此 我萧云 愿放弃神子身份 你说什么 你 神子 不要冲动 我只要练成混沌精 不就又能成为神子了吗 数字狂吧 迟早有你小子后悔的时候 反正本座父子死你 就等着看你的好戏吧 你 你 弟子小云 拜见师尊 爱徒 这一百年咱们一起努力 啊 一百年就可以助教混沌体吗 不 一百年我就关系了 什么 随时只有一千年的寿元 今年已经九百零一 不是吧 西桃 我能返回吗 阿福 初期夜熬制得如何 老主人 您当初参悟混沌精第一层 都用了七天 是什么 灵气惯气 他已经领悟到第一层了 利用金莲 二层 五三四五六七层了 等我 等我 你去找我 行李练集 不会是我的徒弟 哎 主人 您可是用了二十年哪 哈哈 利用金莲 心力练体 唉 帝田为了此次 不惜清金地云 是不打算自己突破了吗 帝田这回 是赌上一切了 哈哈哈哈 我什么都没干 他就自己突破了 真生心哪 哈哈哈哈 我什么都没干 他就自己突破了 真生心哪 唉 可惜了 啊 这一锅灵药啊 只能便宜你了 福伯 十尊送我这么好的筑机 一定是看我灵小雅 天赋异禀 对我寄予厚望吧 是你师兄练得太快 鼓机也没用上 啊 路身轻光 遍体极净 一日九层 嗯 师兄这点好粗的大腿哦 得留一次痛保命啊 哈哈哈哈 一日九层已颇为不易 徒儿 不要操之过急 是啊 再快 你让老主人脸往哪儿搁呀 嗯 徒儿 在突破前 你要继续挖掘肉身潜力 超越极境 进入禁忌领域 啊 超越极境 禁忌领域 我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 曾经便在炼体境界 达到了一百万轻战力 踏入了九禁领域 师兄 我也要达到九禁领域 那你就去修炼战技吧 师尊教我 我没有战技 啊 什么 你 得去星辰阁 星辰阁 星辰阁 五万金 还有谁 带我去上啊 啊 啊 怎么可能啊 难道这个小丫头 也达到了炼体大成境界 哼 在我三小天才面前搬门弄死 真是大言不惨 我被修饰 岂能有炫耀之心 是手机箱 七万 不愧是无想的天才啊 诸位 谬赞了 哼 一个无想神器什么 我师兄可是九想 九想 九想 原来他师兄就是萧云 啊 哦 神子啊 什么神子 他是靠作弊敲响了九声 才被剥夺身份 你 哎 师兄你来啦 肖兄 您也想证明一下自己吗 我的小办法 在这么点端午点啊 收到任务 将周围的人轻呼 将力三次端午 此任务可无限叠加 看来一盒都很难低调了呢 四兄 快去让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不瞧瞧 请 正有此意 好痛啊 果然是假的 哈 恭喜成功让周围的人轻呼一回 奖励瞳悟三次 果然这样也算的 我真是个天才 萧云 丢人还没丢够 是什么青丝情况 只有大刀炼铁奇境 你才会有金光出现的 十万青人 怎么可能 他才刚入门一天呢 真不可神灵混沌中 享了九生的绝世天教啊 完成无限制任务 收获轻夫 将日三次登陆 连销炼混沌经锁区的断物次数 还远远不够啊 看来我不能力跳 得不断找机会炫耀才行 我就知道师兄最厉害了 让你狗眼看人低 还敢污蔑我师兄作弊 他居然只用一天时间 就达到了炼体极竟 怎么可能 我师兄战力十万 一日突破到炼体径 你们说这样的天才 会不会是下一个 你 你给我让开 让你给我落回 师兄 丑兄 这是何业 你家师妹口出狂言 需要管教 我的师妹 我自然会看着 就不劳丑兄上心了 我们走 萧兄且慢 奉劝萧兄一句 混沌中毕竟是死物 用些见不得人的伎俩 或许还能蒙混过去 只是一会儿见到星辰阁内的长老们 在下就不知 萧兄还有什么法子 哈哈哈哈 朱小小 你什么意思啊 萧兄 好自为之吧 嘿 来来来来 哇 师兄 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选什么战绩呢 看你就是第一次来吧 咱们的战绩都是由星辰阁长老直接分配的 哪儿轮得到你来选 看来这位师兄没拿到什么好战绩 你 你 师兄 你怎么知道的呀 把这儿的规矩弄得那么清楚 一看就来了很多次 战绩分配马上开始 尔等谨守星神闭目听令 凡教明者上前接战绩 一天 想必以萧云的天赋 此番会被赐予超级战绩吧 哈哈哈哈 星辰阁长老肯定会分给他一宗合适的战绩 哎呀 真羡慕你能抢到这么一个宝贝呀 嗯 世风日下 你 一个骗子 也能让混沌圣地大呼小叫 天一长老 你突破到半步天境了 什么 如此修行速度 实乃无备楷模呀 佩服 毕竟境界 还是修事根本 如果每个人都像地天这样 虽然战力惊人 却终究无法踏足天境 百年之后 我混沌圣地不就无人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够了 就请走吧 哼 林小雅 接战绩 天有边 天哪 我居然拿到了一六战绩 我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一六战绩而已 值得这么兴奋 你管得着吗 主经销 啊 九转霸权 弟子谢过家吗 我没听错吧 那可是个超级战绩 果然是无想的天才啊 看清楚 我可是超级战绩 天业长老 您是名师出高徒吧 你这弟子不但无想 还获得了超级战绩 前途不可限量啊 哈哈哈哈 那是当然 我的徒儿 自然是要和我一样 世事第一 将来同我一般踏入天境 危机圣人境界 也未尝不可呀 这无想能拿超级战绩 那九想岂不是 这无想能拿超级战绩 那九想岂不是 那也要看 是跟了谁做师父 有些弟子跟错了人 天资再如何盖世 到头来 也只是像星辰阁里的流星一样 转瞬即时 我看各位 还是擦亮眼睛吧 天一 你过分了 别忘了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徒弟楚京霄 也只会是我徒弟霄云的手下败将 一时的失败 算不了什么 在百年之后 人们只会知道我天一是天境强者 而你帝天 则会化作尘土 被人彻底遗忘 两位长老息怒啊 小云 别战绩 小云的战绩出来了 师兄 快让我看看 你拿到了什么厉害战绩 师兄 你怎么会拿到三流战绩 三流战绩啊 真的吗 真是三流战绩 一定是哪里都错了 八星所周 可绝对不可能 神队伍长得我一点都不耍 霍徒何等自治 怎可被三流战绩 我听说 此子是靠着作弊 才蒙蔽了混沌中 不过星辰阁长老的眼睛 终究还是雪亮的嘛 帝天 啊 来来来 你有意义 此间定有误会 还请长老 根据萧云的实际情况 再给她一次机会 厚颜无耻 若人人都像你这样随心所欲 那岂不是 人人都可以推翻长老的决定了 没错 想选什么战绩 就选什么战绩 这星辰阁 还有规矩吗 长老 萧云的天分 乃我混沌圣帝多年未有 如今扶持她 就是在扶持将来的圣帝 大话倒是敢说 就算是天才 跟了她 迟早也会变成废物 混账 我图完日后 自会证明她的天赋 萧云走你的老路 谈何日后啊 你 哎 帝天 无需多言了 萧云资质平平 确实该配三流战绩 资质平平 就在昨日 我图完萧云参加混沌经 引来天地灵气贯体 以兴力助根 一日九层 直接踏入极境了 什么 混沌经 一日九层 恭喜宿主 获得惊呼 奖励三次顿悟 哪儿来的 可惜三流战绩 加不了多少战力 星辰阁上的人 给我听着 你们以为一本三流战绩 就能把我给打发了 我命由我不由天 萧云的天赋 用不着你来判定 这就是无能狂怒吗 怎么敢跟星辰阁教吧 不过还蛮帅的 真的好帅啊 我自己的战绩 又该我自己说了算 你快给我把最强的战绩都拿出来 让我自己挑选 这小子居然还不服气 这就是武秘啊 我第一天想大道发誓 哦 萧云参悟混沌经 一日九层千尘万全 我半分捏造 请给他一次自己选择的机会 误了又怎样 你当年也是公认的天之骄子 可现在呢 我说了我会以大道发誓 萧云绝非耻中误 你发誓 又有何用 就凭你剩下的这点少缘 大道找上你之前 你就已经化为尘土了 别 长老 千万别被所谓的天资所蒙蔽啊 正道漫漫长路 天资确实只是其中一部分 可一日九层 一日飞越他人百年之流 这是忧孽啊 拿去吧 什么 长老真的让他重新选了 手伤神威 八卦交天长 神风步 万刀慧海 天哪 每一份都是超级战机 萧云这小狗战机也太好了吧 不对 怎么只有超级战机 没有究极战机 怎么会这样 萧云小儿 不得胡闹 我师父说过 究极战机才是最好的战机 速速挑选 你给我究极战机我就选 萧兄啊 这点基础知识 你都未曾听过吗 什么意思 凡是学来的战绩 就到超级战绩维持 只有自创的战绩 才能被称为究极战绩 以萧兄的真实能力 原来如此 还是挑些二三流的战绩 最为稳妥 我看萧 快看萧云 他这是要干什么 他居然一口气 拿了六本超级战绩 你也真敢拿 要是练不成 他不是要在练体境界 待一辈子吗 拿再多又有何用 萧兄不要自恃甚高 怕是光光一本战绩 就要修炼个一百多年 到时候一堆白骨 毁之丸 左转霸拳 这是土经萧拿到的战绩 波儿啊 托儿在 你十年之内 学成九转霸拳 到时候 也可以为他指点一二 托儿 必定 不辱使命 师兄这是要原地 才无战绩 怎么可能 他是要看微笑的 他这哪是要原地修炼 他这是要原地出丑 你才出丑呢 我师兄一定能练成九转霸拳 对吧 一头 使用断武 第一转 那么快 这断武的次数简直太好获得了 接下来 让大家继续为我惊呼吧 全转霸拳第二转了 师兄好厉害 三转 三转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是走火入魔了 恐惊霄 快上去救你的同门 薛帝 我来救你 小兄 放弃吧 强行领悟战机 是会走魂不活的 你到底按的什么血 你的废话 太多了 小兄 小兄小兄 不要执迷不悟 开 你打扰我学习了 你六转 为我 还得我亲自指点一下 你八转了 你九转 真的是地球转 还是原地人物 战 我这地子 最大的缺点就是 学东西太快 你都来不及指点 地球转 真的是地球转 还是原地人物 战 我这地子 最大的缺点就是 学东西太快 你都来不及指点 恭喜师兄 九转八千大圆满 下次我再来 学习跟我拿出最强就行 妖孽呀 走 是绝世妖孽 你肯定撒什么花招了 郡后楚兄若是愿意 我也可以为你 十点一二 二十万战力 他居然踏入了经济领域 好 好好好 二十万战力 人在这看出此人不同牌下 不会是敢于 舍弃身子称号的人 恭喜宿主完成 无限制任务八次 奖励二十四次顿悟 富国饶了我吧 哎呀 我这些肉身怎么练把药力呀 这总是飞的第一口啊 跳牙 富国家好好好啊 世尊 听说真龙城灭境 马上就要开启了 嗯 以我的势力 应该 你不用去 什么 你的销炼速度已是同倍第一 现在 稳扎稳打即可 哎呀 世尊放心 我去了也不会贪功冒进 我已经替你回绝了 哎 你不懂 真龙巢有诈 有诈 每次秘境开启 太初胜利 便会借机猎杀我混沌弟子 你若是遇到了太初的人 一定 要格外小心 啊 世尊看看 啊 这臭丫头 到底藏哪儿去了 哼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排名第二的太上长老 竟也只是半步天境 混沌圣地果然是没落了 住嘴 小徒年轻不懂事 天一道有 物怪 童言无忌 闭关 闭关 我要闭关 太初圣地万阳辉 见过混沌圣地圣主 愿圣主 早日迈入圣人境 直到我们圣主被困天境 还哪壶不开提哪壶 万道有此来何事 万某奉我家圣主御旨 客邀混沌圣地 共赴真龙朝秘境 你们还送弟子去吗 我弟子上次全栽在里边了 谁送谁孙子 另外 这次我还带了太初圣地的新晋弟子 希望能与贵地高徒 切磋交流 见见世面 在下谢玉龙 太初炼体境第九 在下福妙同 太初炼体境第十 这 这要是在我们这儿 能切三吧 你的弟子排行第二吧 要不 去把帝天的弟子喊来 我来了 弟子林小雅 拜见圣主 各位长老 这是谁呀 不知道啊 都没见过 林小雅 是吧 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 是啊 自改出去玩吧 这就是你们的高徒 他可是帝天的弟子 而今已达十万战力 圣地新弟子 排行第三 那就速战速决 这么骄傲 还以为你排名第一呢 在你们混沌圣地 我就是第一 大爷不敢 自取其辱 啊 你输了 就算我输了 你也不是我师兄的对手 笑话 来了 一样让他趴下 大叔圣地 从庙同上 这就是 混沌圣地 弟子的实力吗 报 碧天长老 携弟子萧云求见 好 快请他们进来 这位 便是萧云 哦 有想的神子 啊 是谁打伤了我师妹 哼 是你师妹 忌不如人 我也不欺负你 你让我退一步 便算你赢 好大的口气 我想 混沌圣地 并没有想用车轮战取胜的方式 多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混沌圣地 的确不屑于用车轮战取胜 萧兄平日里 是爱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可关键时候 就不要坏了咱们圣地的名声 既然这样 那么就请楚兄替我 与这位兄台打一场 死吧 该死的萧云 我在这里 等福道友休息好了再打 成仗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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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弱了 太初圣地 献玉龙上 唉 这献玉龙好快的速度 这就是太初圣地 传闻中的闪电体弟子 废物 这可怎么办 萧云他只是个繁体啊 是啊 无法 呃 呃 太弱了 太初圣地 献玉龙上 唉 这献玉龙好快的速度 这就是太初圣地 传闻中的闪电体弟子啊 废物 这可怎么办 萧云他只是个繁体啊 是啊 无法 呃 呃 呃 既然 今日比武已经结束 那万某 就不做叨扰了 谁说结束了 啊 啊 清理场地而已 大家都挺忙的 站吧 你们两个 一起上吧 啊 啊 啊 恭喜宿主 获得三次顿悟 你 嘿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们上 啊 满足他 哼 哼 这一锦萧云 可比二锦谢玉龙 少了整整十万战鱼啊 年轻气盛啊 哼 不自量力 等会儿你们二人结阵 便可轻松取胜 办不着我师兄出手 啊 鸟筒住手 我就是要独自期待他 让我的混方出武 达到圆满境界 哼 雕虫小技 妙头 你真是出手很大呀 这不就是你们太初圣地的处事 知道吗 别蠢 是凶的九占八拳 好厉害呀 不是九占八拳 可是 天地未分 元气唯一 太极 神掌 这小云 何时练就了第二门超级战机 不对 他没有练成这么战机 西头 继续动武太极神掌 收到宿主愿望 消耗勇气动武 他是在战斗中修炼战机 什么 哼 狂妄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天地观我业 万象 还活动 他还在不算提升 又提升了十万产力 萧云踏入二剑领域 哼 刚刚踏入二剑 可笑 无论是萧云还是混准 都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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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不可能比得过闪电梯 哼 哼 闪电梯 那为什么 我还能跟上你的作道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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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你有什么 旋徜 神封部 柔道宿主愿ğ 凌谦 隽 哼 迷你 祭乐 你们之大人的进攻ダ 他又太重 三斤 整整四十万斤的力量 现在是你认输最后的机会 拳脚无眼 闪剑启示 要无羊威的太术上帝是吗 这一剑就被结束了 狼狼的霸权第一线 一玄 想学会 我今天 要把你们太术圣地所有尊严 统统有赛 终于接受你的失败吧 住手 今天到此为止了 系统 顿雾 球转霸权 球转霸权 超越超级战器 我说了 听手 系统 继续 顿雾 球转霸权 达成究极战器境界 认输 球转霸权 混沌圣地 烧云圣 杰师兄 不愧是混沌圣地的高徒 小小年纪 又踏入了四季领域 真是了不起 四季 那我给他打什么 你我 闭嘴 还行不够丢人吗 恭喜宿主完成无限制任务三次 奖励九次顿悟 嗯 那萧云只是一界繁体 怎么就踏足了四界 你们还是太嫩了 我用慧眼看得清清楚楚 萧云就是一界繁体 只不过混沌圣地 用物神丹将它堆到四界 想必是为了进入真龙巢 替它们寻些天才地宝 只要它进了真龙巢 你们二人就将其灭杀 可它毕竟有四界 四界 已经是繁体的极限了 它不可能再变强了 此次交手有何感想 手下败将 太初圣地 可还藏着一位时空之体 还是手下败将 切莫大义 时空之体 天生就可操控时间和空间 那不是上人才能操控到法则之力吗 这就是 至尊体的恐怖之处了 至尊 那该怎么办 对战时空之体很难 但对战练体境的时空之体 并非无解 哦 许遵将啊 魔鬼训练可算结束了 啊 福伯 师兄 你们走快一点啊 哇 好大一座塔 咱们混沌圣地历代的最强弟子 都有幻影分身留在这幻魔塔之处 到时候直接挑战他们的幻影分身即可 哦 这么说 如果我能打败那些乾隆榜高手 那我的幻影分身也会留在其中 让后辈弟子占阳我的绝世不彩 师兄 有你怎么夸自己的吗 对 你们就在此处实战训练吧 啊 不是出来玩的吗 有你这修炼进度还想着玩 嗯 你要是敢成你师兄一半 哎 干嘛干嘛 哼 你拿我跟师兄比 哼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福伯 这两块石碑是 这是用来记录排名的 左边的是当代最强 右边的是历史最强 混沌圣地存在了无数岁 而这石碑上每一个人 都曾是纵横九州的天之骄子 哦 而现在整个圣地有资格进入这石碑排名的 就只有老主人了 原来 上右边石碑这么难啊 那师兄 要不我们 哼 那我今天 先把另一个绑枪的强者打个遍 果然还是简单模式适合我们呢 先来几个下小菜吧 哪来的黄毛小孩 口出狂言 哼 你什么意思 你们是练体径吧 竟敢来挑战乾隆榜 还是赶紧回去 别浪费时间了 练体径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自己看 看什么 当然是天才灵结的名字了 哦 你说最下面那个 他可是聚气镜的天纵奇才 这也才拿下乾隆榜第一百名 聚气镜 第一百名 天纵榜也这么难吗 师兄 要不聚气镜再来 对了就对喽 回去好好把基本弓链扎实来 切记急弓进 你这人怎么不听劝 这榜上的人不知你能对付得了的 到时候你 输了可别哭啊 你就是灵结 没错 我就是天父异禀的天之骄子 聚气镜的天纵奇才灵结嘛 我都会笨 你也算是知道我 我最讨厌比我嚣张的人了 小师妹 你的师兄 怕是要爬着出来了 你可 你可想想 灵结是何等人物 天纵奇才 百年难得一遇 已经不是了 不可能 什么 恭贺太上长老 帝子萧羽 名列乾隆 八十三 怎么可能 我灵结可是运用十五万战力的聚气镜巅峰 怎么会输给练体镜了 原来你就是灵结啊 十五万就这么招摇 我师兄早就到五十万了 妖孽啊 哼哼 有我尘封在此 那个萧羽 只能止步在第八十名了 你想什么呢 萧羽已经第五十了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要挑战 第十名 外下王妃 行持叫 萧羽怎么飞了 啊 啊 都从一般打进前十了 这萧羽还在不提挑战 他才练体镜就这么强 师兄真厉害 才老就跟那这玩儿似的 在下张云 战力端 帝子 送我小李飞刀 哦 乔舌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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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 啊 啊 第三名 天哪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 能在一天内生了五十个名次 火龙号出六十万战力 谁敢一战 嚣张的嘛 赚水一斩 火阴霸 挑战 李一鸣 陆兄 连你也败了 现在 就看西师姐了 西师姐是什么赖头啊 这你都不知道 那可是混沌圣地的绝世美女 年纪轻轻就达到巨星镜巅峰 霸定千龙吧 她可是有七十五万斤战力 小云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七十五万斤 这下师兄麻烦了 快看 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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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雨来了 我看 萧云赢不了 战力她都摆在那了 可万一习春雨输了 她会信守诺言吗 什么诺言 我习春雨发过誓 如果谁能击败我的分身 我就当她的追随者 她难道就不怕一个丑八怪击败她吗 这丫头倒有孝 有点意思 看招吧 弹兵剑 太极神杂 迪宫塔了 冰塔 竟然有八十万战力 下一招 我不会手下留情了 细导 分我 陆神散手 这下我的战力要返车 但没有提升 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你是繁体 肉体的力量最多达七十万战 差点忘了我还有极限 不过 就算战力无法增长 照样能打败你 我一波 残兵剑云 军中炸 你竟然掌握了四门战机 你 兔子 神不怕 小惨霸玄 寒冰剑云 心中炸 你竟然掌握了四门战机 不止 死了疯不好 你竟然掌霸权 获得乾隆榜第一名 完成隐藏任务 奖励十次顿悟 这可占大了 诶 等等 也许 恭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晋升乾隆榜第一名 居然阵营了 是萧云了 这太震撼了 熙春雨真的输了 能不成 他要追随萧云了 哼 追随萧云 熙春雨早就被我们混沌圣地的一位圣子看上 萧云现在已经不是神子了 遇到了圣子也要低头嘛 这下有好气看了 谁不知道习师姐会不会履行诺言 恭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明练混沌圣地 炼体径历史最强者 第一百名 完成隐藏任务 新生混沌圣地炼体径历史最强者 第一百名 奖励十次顿悟 接下来 我要挑战排名第五十的 如你所愿 盖下行医 治寒体 请自教 看来这次还是个特殊体 看烧吧 天呐 萧云竟然还在继续挑战 哎呀 没想到少主 这么快就超越了老主人 师兄可真厉害 萧云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可是混沌圣地的历史最强者 每上一个名词 可都难比登天 恭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名列混沌圣地炼体径历史最强者 第五十名 五十名 我没有看错吧 一日之内登顶乾隆堡 还登上历史最强堡的五十 他把那些老祖宗们都置于何地呀 恭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名列混沌圣地炼体径历史最强者 疯了疯了 混沌圣地何从出光 这下的人物啊 太强了 萧云太强了 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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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传送下一个 不必 到极限了 完成隐藏任务 寄生团顿圣地炼体径历史最强者 第十名 共计奖励八十次顿悟 累计获得四次惊呼 共获十二次顿悟 挑战一轮幻魔塔 获得将近一百次顿悟 这顿要熬得太爽了 石翔 太厉害了 如何超主 超主人知道了 肯定很开心 萧师兄 恭喜啊 恭喜啊 想必萧师兄在塔内 已经知晓我的事业 不知萧师兄 可愿收下我这个追随者 你说萧云 会不会收下西春雨啊 那还用说 肯定啊 胡闹 萧生云 我绝不允许你追随一个废人 我绝不允许你追随一个废人 谁这么难真撑 是生子李不凡 就是他 一只轻微于萧生云 实力早已到达洞天境 他肯定是冲着萧生云来的 李不凡 你想干嘛 西春雨 没想到你竟自甘堕落 要追随一个废物 萧师兄击败武 登顶乾隆堡 我自然该信守承诺 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了 你笑什么 西春雨 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你啊 我李不凡的眼中 只有圣人大盗 像你这样的女人 最多成为我的玩物而已 但谁敢打我玩物的主意 我当场就废了他 李不凡 这下没戏看了 李不凡实力早已达到洞天境 给萧云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跟李不凡作对啊 我虽不是你的对手 但也绝不允许你羞辱我 你要以我为题 你想死 萧师兄 把你卷入这荒唐的境地 非我所愿 你们快走 当然要走 不过 是跟我走 这 萧师兄 既然行师妹看得起我萧云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的追随者 只要我在 绝不让你受辱 你个废物敢跟我作对 你知道后果吗 你算什么东西 让我考虑后果 放肆 你也配这么跟我说话 萧云疯了吧 你敢面试圣子 他怎么敢这么跟圣子说话 这是你们二人 还不让人回嘴吗 你这哪里是圣子 简直是强盗流氓 脱皮无赖 哼 区区两个长老弟子 竟敢以下万圣 不是圣地铁律 拿就 心中照 洞天八门 你要杀人 我身为圣子 想杀就杀 洞天八门 时空求准 红天群 快退后 停 你 伯伯 你倒是教训他呀 他是圣子 我不能对他出仇了 这个执法者来 把你们全灭了 哈哈哈哈 少主快走 请地图开人心 无畏地 万无宗少 那倒无形 不弄玄虚 你跟你师尊一样 明明是个废物 冠会作章 不许你侮辱我家老主人 你家老主人至今也无法晋升天晋 百年之后 不过黄土一把 跟你拼了 啊 啊 怎么回事 天哪 混沌中 小云居然能使用帝兵 这怎么可能 自己练体镜 怎么可能召唤出混沌中 混沌 我们若是借用混沌影 召唤出来的虚影罢了 小云 你去死吧 混沌中 九天晋神灵 万象影混沌 你不凡 死吧 的招 怎么可能 难道她的混沌影 已经炼至大成 那 师兄到底是什么要念 少主竟把混沌影 领悟之大成 只要在我们圣地内 她随时都可借用混沌中的力量 小云 你竟敢对圣子动手 你等着 来日 我定会找你复仇 我说要放你走了吗 小云 你这个疯子 执法者不会饶过你的 现在知道找执法者了 刚才怎么没见你害怕执法者 你等着 来日 我定会找你复仇 我说要放你走了吗 小云 你这个疯子 执法者不会饶过你的 你这个疯子 我要灭你 我 神仙来了都拦不住 放肆 师兄 你没事吧 无妨 这种威牙 究竟是谁啊 天境大能东玉堂 糟了 一个普通弟子 应该以下犯上 岂如我图 师尊 你老人家一定要为突然报仇啊 今日之事 为师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小时候跟隔壁小孩打架 有些小孩最喜欢哭鼻子回家吵父母 没想到现在 我还能遇到这种事 伤者为尊 不容冒犯 给我 跪下 你 那天叫老家伙 你修小杖拾下我 董玉堂 我帝天的徒弟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教 看老主人 师尊 李师尊 帝天 你徒弟一下犯上 欺辱圣子 该当何罪 才不是呢 是李不凡要杀人 师兄是为了阻止他才出手的 死丫头 让你说话了吧 你们就是李不凡 闭嘴 对不起师尊 我不该多嘴 帝天 你早就该这么管教弟子 我让你闭嘴 一个手下败将 废话连骗 好你个帝天 你那徒弟 打了就打了 没什么大法要的 当年我惜败于你 今天 便再来领教领教 凄败 当年你明明被我打得如同丧家之犬 废话少说 我就要一血坚持 既然你自询尸辱 那我便成全你 这 怎么上去了 我什么都看不着了 像他们这种境界 也只能在高空对战 否则 这周围几十座山峰 怕是都得被毁 西师妹 可否用飞剑再我一场 当然没问题 肖师兄是想一览上空的战斗吗 不 我还要去揍他 小云 李不凡 站住 李不凡你个废物 小云 我要杀了你 看谁还能救你 走了 又来 好大的胆子 竟敢公然对圣子出手 哈哈哈哈 小云 执法者来了 你完了 笔下犯上 你可知罪 人家师徒打上门来 我难道还不能出手自卫 放肆 执法者大人 还请网开一面 做梦 本座向来秉公执法 小云 小师兄 多谢师叔主持公道 原来是关系户 小师兄这回惨啊 我发誓 如果今天我能够活下来 一定要打抱你们 今日本座 一定要清理门户 不过是小贝塔呢 东神王又何必动物 是圣子了 是小云丢了 是小贝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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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主好手段 看来已经踏入了半步圣人境界 两个小贝争斗而已 不如此事 就到此为止 圣主是要插手执法者的事 公神王多虑了 我只是觉得 小云既然曾令混沌中久下 又被授予过神子身份 如此天赋 能否网开一面 既是神子 自然可以 他现在是吗 还请圣主 不要妨碍我执法 好 圣主大人 请救救 老家伙 别以为我们后面就没人 我们师尊是帝天 诶 我耳朵让人回不到了 这个 你是帝天的徒弟 怎么了 他和老主人有仇 你不找他 我们师尊和谁没仇 小云 快跑 你敢拦我 作为执法者 分可黑白不分 闻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我不可能让他命丧你手 师兄 你快走啊 自知跑不了了吧 挺有自知之明啊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混沌圣帝是个只看身份 不讲是非不论黑白的地方 天真 修炼界强者为尊 你若是圣子 再来和我谈什么公平吧 是 既然你这么说 那么我萧云 自荐成为圣子 自荐说 自荐说 哈哈哈哈 你在说什么胡话 怎么了呢 成为圣子 只有两条途径 立下大功 或是拥有特殊体制 小云你现在 一样都做不到 小云 你是有点天赋 但可惜 谁说我现在不能成为圣子 我要当场铸救混沌器出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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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你是有点天赋 但可惜 谁说我现在不能成为圣子 嗯 我要当场铸救混沌器出兴 哈哈哈哈哈哈 强行突破 你倒不如直接自裁谢罪 来得体面一些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区区圣子之位 我小云 想要便要 哈哈哈哈 谁说我同意给你机会了 我说的 儿主人 你把我师父怎么了 你 他睡得很安详 李天 你想把薪酬旧账 都在今天了结吗 我俩的事 迟早要解决 但萧云他今日 喊我一声师尊 那无论他想做什么 我都会让他世上一世 好 我就在这儿 看着他气血冲顶 暴毙而亡 还强行突破 来日做梦 傅伯 煮成混沌铁雏形 需要将混沌精炼至三十六层 当年老主人可是用了整整 两百年 所以师兄他 所以师兄他 我还 一共还剩六十九次的 那就没问题了 幸好只有突破二十七层 咯 呃 驾 熊师兄已经突破一层啊 嗯 两层啊 驾 三层啊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徒顶 六层啊 小师兄果然值得追随 不过就是突破了六层而已 离三十六层还远着呢 有时他还在我上冲击 我看见他头顶 这是什么东西 增花具体 什么 温馨提示 从第十层开始 桌主每层突破需要两次顿悟 什么 继续等我 宿主已经迈入十八层了 你们俩快去萧云身边修炼 这些天地灵气 他吸收不完 等什么快去蹭啊 腻腻了这俩丫头了 从第十八层开始 宿主每层突破 需要三次登陆 突然天黑了 脑天爷也看不出来 立专枪 武器朝延 我们混沌圣体 血气又旺了 想当年 我练到这一层时 用了三百年 他俩突破了 伯伯 我现在是二斤战力了 我已经是洞天镜了 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 我现在单方面宣布 日后我就是肖志兄的头行铁杆追随者 一样呢 怎么消失了 顿目点数用尽 竟然卡在第三十五层了 小师兄 功亏一篑呀 可惜呀 请紧快充值 我上哪儿去充啊 叔兄那会不会 哈哈哈哈 收到惊呼旨 奖励顿悟三次 啊 立即动物 哼 小云 你转什么呀 你转什么呀 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盗投影 老虎当年 老虎当年 五百年 哼 我 已经踏入西境了 这就是混沌体雏形吗 绝世天才啊 不 绝世妖孽啊 嗯 敢问执法者 我现在 够不够资格当圣子 嗯 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天赋非凡 铸就混沌体雏形 特子 同意晋升为圣子 嗯 这枚空间皆知 且守候 多谢圣主 嗯 今日 萧云带队 出征真龙朝 此行 必养我混沌圣地神威 出发 走 救我们俩 哦 这真龙朝 看上去也挺普通的嘛 这又那么危险吗 不可大意 对 当年为师 率百余人征战真龙朝 其今无数英才陨落 最终回到圣地的 啊 只剩一半 不足十人 啊 那我们回去吧 不许多虑 为师当年 满菜宝屋而归 追随者 亦超过千人 世尊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 嗯 那其中一定有很多美貌仙子吧 嗯 哦 美人配英雄 如此佳话 弟子真的非常想听 你们爱听你 世尊可跟我们讲讲嘛 哈哈哈哈 当年为师 一刀破万法 无数家人倾心于我 称得上是 万魂的 世尊 世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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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妄修修 你 天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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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意思啊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女子到底是誰 不知道了吧 細細說來 那位啊 是山水尊的李前輩 福伯說 那是師尊的 紅顏之己 哦 告訴我全部細節 當年 師尊為他打過 快趕快趕快 蘇雅 沒事吧 師兄 我沒事 那你繼續說呀 打過什麼 打死我的戀呢 活得不耐煩了嗎 你們撞了人 還想惡人先告狀 撞到你了嗎 若不是師兄反應快 我肯定被你撞了 所以說 你沒有被撞到 你搶自多利 師妹 膽敢衝撞我的行將 這一巴掌 就是代價 哦 這誰呀 這麼蠻好 哎呀 小點兒事 這是霸王宗的張雅琴 張雲飛的妹妹 那這兩人 麻煩咯 真龍朝真是什麼東西 都能來了 今天本小姐 就要讓您死回下 社會的毒打 快先毒打誰 就這點兒力氣 你還毒打 你還毒打 牙尖嘴力 找死 看你往哪兒躲 霸刀劍震 快 霸刀劍震 你殺 太霸刀了 想問英雄就美嗎 霸刀 總該被毒打 你殺 看上我 我哥哥張雲飛 絕不會放過你 張雲飛 誰聽說過啊 就是那個天上五星身體的天才 就是那個比肩聖地聖子的妖孽 就是那個踏入靜靜靈靈的怪物 這都不認識 不認識 很快就認識 這是什麼 霸王松 好大的煙花 這是霸王總的信號 有種你別跑 我哥哥馬上就到 啊 我等著 好吧 退一步海闊天空啊 我不喜歡退步 衝動 衝動會撞到恐怖血流嗎 你能把對手撞死 師兄 華仲取仇 不自量力 你只是個繁體而已 好 鼠目寸光 蛤 大校長 好狂啊 張雲飛來了 我看他怎麼死 是哪隻蝼蟻 竟敢生我妹妹 你 就是那個五星身體 就那麼回事嗎 好 從今天起 我將永遠 陣在你的心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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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怎麼可能 他們張雲飛打仗的平手 此人到底是誰 怎麼會有如此可怕的實力 五星神體 不過如此嘛 趕緊接接著 蠔蟻 你激怒我了 哎呦 嚇死了 要學你們謠人了嗎 你將為你的狂妄 付出代價 噓 復興神拳 這就是我們頂級戰技融合二成的組合技 復興一出 天涯衝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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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宿主獲得多次驚呼 共計獎勵十五次動物 差不多 該結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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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是霸王中第一隻蠢弟子 絕不會 賣給你這個無名之輩 五行領域 開 月 這不是機靈鏡才有的神通嗎 不是說只有鏈體鏡能及戰龍場嗎 蠢禍 這是五行神體 自帶的五行領域 太逆聽了 這不是繁體能抗衡的呀 我哥可是二階神體 繁體 等死吧 你 能見識到五行領域 你也算是死得其死吧 五行輪轉 巫途 你讓我歸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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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送送 好 混沌聖帝 難道 他是 那個九項神子 蕭芸 之前就覺得 他欺語不凡 果非其中之物 兄弟加油 看好你哦 哈哈 混沌聖帝 又打聖帝的墊底而已 遲早 會被我霸王宗取代 怎麼 蕭芸 今天就為混對聖帝 同開一片天 啊 只是好奇五行身體的能力 才陪你玩玩 還當真了 遲早 會被我霸王宗取代 怎麼 我蕭芸 今天就為混對聖帝 同開一片天 哼 只是好奇五行身體的能力 才陪你玩玩 還當真了 啊 哥哥 混沌聖帝沒落了 也依舊不是我們能夠比拟的 王輩啊 啊 連五行領域都被人家打爆了 你先打敗三境領域的張芸妃 到底是什麼成功的怪物啊 七劲 哦 如果是七劲的話 那就合理多了 等等 說啊 沒錯 這位以表堂堂風流倜躺英俊瀟灑八十萬斤 站立的七劲天才 就是曾令混沌中九響的絕世妖孽 混沌聖帝新一代聖子 同情欠無敵地天的愛徒 我 美少女林小雅的 是霄 霄雲 霄雲 哼 有點意思 這是銅酒蒸容 靈魂 動輸換八十萬斤 煩人神絲 妙三 妙三了 嗯 多謝 快 多快點兒 不 不 神朝 開啟了 小雅 小雅 林小雅 没有 这也没有 这死女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小雅 你 你吃的是 请我转八圈 小雅 是我没有看好你 小雅 小雅 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我还不活着 我 我 原来还活着 快吃 来了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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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师兄 啊 啊 我好可怕 石头怕你就别乱跑啊 这么危险的地方一个人跑来干嘛 这是 人家来危险的地方就是想给师兄找这个嘛 这不就是 你个会发光的魔供嘛 还不是 这是九夜天灵之 吃了力量能加十万千 十万千 十万千 你确定吗 绝对确定 我对这四国的书一个一个比对的 就是这个没错 啊 这么好的东西 小雅 你真是我的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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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之情好像翻错夜了呢 九夜天灵之 诞生于龙气浓郁之初 铜皮水晶 九夜 九夜碧玉 脉络流金 没错 完全证据 啊 九夜天灵之 这东西怎么用啊 嗯 直接服用即可 但是注意 是小雅 哎呀 别压下去 快吐出来 啊 小雲 圣地一别 许久未见了 谢玉龙 扶妙童 原来是你了 啊 手下败将 又来讨打吗 小雲 今日我定斩你正道 一血前耻 别跟死人废话了 结阵 来得正好 千年玄铁 是足足有三十六万斤的 千年玄铁刀哦 正愁师尊所赠的宝刀蒙臣 你们就送上门了 师兄 怎么办 我找机会逃 拦住他 好 四季日 就拿你们 紧走 子绣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拿不起这把刀 因为你吃了九夜天灵芝啊 什么 那灵芝吃了灰 爹静两日 小雄 哈 哈 小雄就不曾怀疑过 如此至宝 真能这般轻易地被你寻当 贝比 哈 爹静又如何 对付你们 够了 大言不惭 在绝对的实力里前 你们那点小气一样 都不用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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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蛮快的嘛 什么人 要你命的人 周师兄 周师兄 神迹妙算 嗯 他跌进了 这俩傻子果然中计了 嗯 跌进了 你们还没打过 哦 那家伙境界比之前又有所提升 不会由我二人辅助 师兄一定能拿下 我要你们辅助 啊 你几繁体 先前不过是靠着磕掉 小心得生 其实 你却放过先前出血 你 该认清自己的 是你吧 跌进后还能接我几招 不错 你有资格知道我的名秽了 有病啊 谁稀罕知道你的名字 太出圣地 手飞鱼 完全没兴趣啊 长生神掌 小心了 长生掌 他输体质 能死在长生神掌下 笑云也算不枉此生了 灵火之光 现实下于神体的天渊之阁吧 神奇 你被花架子而已 你 你 我 破 什么 能靠繁体撼动我的长生掌 到时我小瞧你了 就没够看破你 周师兄好像也 怎么办 能见识到我师兄的九转霸权 你们也算不枉此生了 一起上 还想耍银招 别想拉扰我师兄 那我就先灭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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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